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这几天受到华南水期移近台湾来的影响 所以其实全台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况 其中又以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是最佳的明显了 先从微信图上面来看 目前其实在华南这边持续有一些水期移近台湾来 再配合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其实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这几天都有明显的降雨 对于缺水很久的台湾来说真的是天降甘霖 我们进一步再来看一下降雨的部分 可以看到礼拜五4月10号的时候 主要的降雨区域是落在台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4月11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几乎是全台各地都有明显的降雨 其中很幸运的在石门水库积水区 翡翠水库积水区以及台南的积水区都有明显的降雨 虽然说雨势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对于缺水很久的台湾来说 其实也是不无小补有一点小小的进账 其实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而在今天来说 同样点是全台各地都有一些降雨 不过雨势相较于昨天来说 已经减缓不少了 而接下来因为北方开始有一股干冷空气要南下了 会把水汽给往东以及往南推走 所以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 就会逐渐转成干冷的天气 降雨的情况就会明显的趋缓了 所以其实在未来这个星期 降雨的部分明显的趋缓 天气就要逐渐的转晴了 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 几乎都是不会下雨的天气形态 天气状况都很稳定 所以其实虽然说这几天有下雨 为水库稍稍的减了一点渴 但是其实未来这段时间降雨的情况还是不太乐观的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持续的节约用水 我们再来看一下风的部分 接下来其实都是吹着比较偏北风 所以其实东北季风在今晚还会再度的增强 所以其实在今天晚上气温的部分会持续的往下掉 来看一下气温的部分预计在今天晚上开始 还会慢慢的往下掉一点点 要等到在明天的白天阳光露脸之后才会明显的回暖 所以其实在明天的天气状况来说 开始逐渐的在北部地区有阳光露脸了 降雨的情况明显的趋缓了 而且气温的部分在清晨的时候受到干冷空气的影响 是比较低温一点点的只有13度左右 会比这几天再冷一点点 但是因为是干冷的空气 所以有阳光露脸 高温的部分渴望回升到20度左右 日夜温差是有一点点大的 提醒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要注意 清晨是比较冷一些的 提醒您清晨外出运动或者是早起上班上课 一定要记得穿得暖和一点 不过从礼拜二开始气温就会明显的逐渐的回升了 一天比一天还要再温暖 到了礼拜五更渴望回升到30度以上的高温 回到像夏天一样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心情一开始会感觉比较冷 但是之后越来越温暖 到了礼拜四之后就会感觉很像是夏天 夏天的衣服又要开始拿出来穿了 提醒您要多加留意这样子的气温变化 最近春天天气状况真的是变化很大 一定要记得穿好衣服 不要感冒着凉了 至于在南部部分同样也是明天开始就会看到阳光了 气温的部分也是持续的往回升 也是预计在礼拜四礼拜五之后 高温的部分就渴望回升到30度以上了 好所以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叮跟建议了 在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来说 是水气逐渐在减少当周 所以预计明天开始各地的降雨就会明显的趋缓了 有机会逐渐的波云渐日 而且气温的部分会逐渐的回升 北部地区逐渐的转秦只剩下东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回暖当中 到了礼拜四之后 就会回到很像夏天一样的天气形态了 而且也因为未来这段时间降雨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所以虽然说这几天有下雨 水库稍稍的有进涨 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节约用水 要多多的爱惜水资源 以上就是今天的七项